常睡覺睡到一半起床尿尿嗎 這不只是老年人的困擾 許多年輕人也常因為夜尿症 讓睡眠品質變差 現在就跟著健康聊天室來瞭解 是什麼原因導致夜尿症 以及該如何改善 大家好 我是崇維銘醫師 我服務於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校院區 近年來我們泌尿科有 把這個定義變得比較嚴格 所以只要你晚上睡著之後 你需要起來上廁所 然後再回去睡覺 那這就叫做夜尿 那有些狀況可能就不算是夜尿 比如說像有些人他是因為失眠的關係 像我之前有一個病人 他年輕女性他患了 就是工作之後他很緊張 所以他每天晚上睡覺之前躺下去睡 然後就是等了大概30分鐘 然後就要起來上個7%的廁所 他都還沒有睡著 那他只要睡著之後 他就不需要再起來了 那這個呢其實我們就不叫夜尿 那還有一些是老人家 他可能老人家的睡眠時間變得比較短一點 所以變成是他可能晚上可能9點10點就睡覺 那可能3 4點就會醒過來了 那醒來之後呢躺在床上沒事幹就覺得 好像有點尿想要去上廁所 那這種會說的夜尿 大概也不是所謂的夜尿 其實夜尿症 那大家好像都覺得說是老人家比較多 但是其實在年輕人也會發現 那比較有趣的是在年輕的時候呢夜尿的人通常是女生比較多 因為有的時候女生比較常會發生這個所謂的膀胱過動症的問題 可是呢所以年紀越來越大 因為男生開始有一些攝護腺肥大的問題 所以到了老人家的時候呢 其實是男生有這個夜尿的狀況會比較多一點 那我基本上會歸類成大概4個原因 第一個問題呢就是所謂的睡眠障礙 比如說他很容易失眠 那這種狀況呢他就可能會因為膀胱有一點尿就把他叫醒了 那他其實不是因為夜尿讓他失眠 雖然很多病人會這麼說 但是他其實是因為潛眠的關係 所以才讓他容易起來上廁所 那第二個原因呢就是晚上的尿 尿量太多了 那這個是說呢正常的人 我們呢因為有日夜的作息嘛 所以白天的時候尿會比較多一點 那到了晚上呢我們身裡有一個自然的激轉 就是會讓我們的尿減少 那如果說這樣的一個激轉被阻礙了或是有問題的話呢 可能就會讓你晚上的尿跟白天一樣多 那就可能會需要起來上廁所 舉例來說好了 比如說很多老人家呢他都有些循環不好的問題 都覺得好像那個腳都會有點腫腫的 那這些都是水分累積在小腿這個地方 那等到晚上你平躺下來之後呢 這些在小腿的水分呢 才會回流到我們的心臟再從腎上排出去 所以晚上的尿就會變多 所以他可能就會要起來上廁所 那還有一些原因是因為他心臟不好的關係 所以心臟衰竭的人也是 常常會有一些腳腫等等的問題 那還有呢就是有一些人他是因為這個 夜間多尿症 那是因為我們體內荷爾蒙失調的關係所引起的 那還有另外一個呢就是所謂的睡眠呼吸中止症 那這個最常見的表現就是睡覺會打呼 那打呼這件事情呢也會讓我們的身體有一個反應 就是晚上的尿會增加 第三個原因呢就是所謂的全天多尿 就是其實不只晚上多尿 其實白天尿也會增加 那常見的原因就是比如說像是糖尿病 大家都知道糖尿病有三多嘛 吃多喝多尿多 所以白天尿多晚上也尿多 那就有可能會因為這樣子有這個夜尿症的困擾 我自己就大概診斷好幾個病人 他來是說他夜尿 結果後來發現是完全自己他也不知道有糖尿病的狀況 那再來還有一些是所謂的尿崩症 因為身體也是可能荷爾蒙出了問題 腎臟出了問題 所以尿就沒有辦法有控制的減少下來 還有不由自主的尿就會出來很多 還有呢有些問題呢是跟精神比較有關係的 比如說像我之前有個病人 他因為有些精神疾病 所以他吃藥之後嘴巴常常會口渴 所以他一天要喝大概七八公升的水 那喝這麼多水的狀況之下 大概白天尿多晚上也會尿多 那最後一個原因呢其實是密尿科比較常見的 就是膀胱能裝的尿變少了 就是所謂的膀胱容積減少 那通常都是因為有一些原因所導致的 比如說在男生比較常見就是所謂的 受限肥大 那像膀胱過凍症呢 因為他膀胱容量變得比較小一點 他裝不了那麼多尿 所以晚上可能就要起來上廁所 那還有一些原因呢 是因為比如說像是膀胱結石 或者是這個膀胱張重瘤 也會讓膀胱變得比較敏感一點 那他可能就會需要比較長期來上廁所 那還有一個其實最更常見的原因 就是所謂的老化啦 因為膀胱老化之後 他可能容積也會 能儲存的尿也變少了 所以能裝的尿變少 所以晚上可能 原本年輕的時候都不用起來 但是現在可能就要起來一兩次